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Steven,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学习项目管理方面,项目在项目管理项目管理里边,项目实施阶段,我们所要注意的一些规范和流程,那在学习本次课程之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节课学到的一些内容,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这个PPT,先来看一下这个思维导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上一讲里边,第11讲,我们讲了一下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中,项目实施阶段的项目的过程控制,在上一讲里边,我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的控制过程的一个定义,给出了一个比较官方一点的一个定义,什么叫做项目的管理的过程控制, 就是确保,保证项目朝目目标方向前进的重要过程,就是要及时的发现偏差并采取纠正的措施,使项目进展朝向目标方向,那这是它一个官方,比较官方的一个定义,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看了这段话以后,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理解和认识, 接下来呢,我又在接下来的时候,我又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项目控制过程的一个方法, 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在平常的这个项目管理过程中,我们是怎样的去控制这个,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手段,去控制这个过程, 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在工作中常用的一些手段,比如说里程碑, 然后来验收我们验收某个节点,对,好,最后给大家布置了一下这个作业, 就是理解一下本节课所做的,所讲的一些内容,那在上一讲里边跟大家说, 说要预习下一阶段外部页面制作的流程规范相关的内容,那在这一讲里边, 我想再给大家讲一下,在项目的实施阶段中,项目计划中的资源冲突,那这一讲讲完了以后,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在项目实施阶段, 外部页面制作流程的一些规范,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讲, 要讲的一些,要讲的哪些内容,后来看一下,第一个, 同样也是本节课的一个目的和简介,那本节课呢, 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项目实施阶段,项目计划中的资源冲突的问题产生和解决的一些个办法, 就是说你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在项目已经开始实施的这个过程中, 发现了这个资源可能有一些变化, 那我们怎样去解决,以及它产生这种变化的一些原因是什么, 是我们外界不可控的一页原因,还是说内部自身产生的一些原因, 好,我们来先给这个下一个定义, 什么叫做项目的资源冲突, 那所谓的冲突,就是组织团队或者队员为了限制或组织另一部分组织团队或队员, 达到其预期目的而采取的行为和措施,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这个冲突, 那在项目管理里边, 专家喜欢把这个项目冲突和项目的生命周期结合起来, 主要研究了如下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在项目生命周期中主要冲突的这个平均强度, 第二个就是在项目生命周期中的特定阶段冲突的这个强度, 一个第一个是突出了整个过程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值, 第二个就是说在某个特定的阶段, 可能这个特定的这个阶段, 它的这个冲突的强度特别的大, 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解决冲突的这么一个模式,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项目的资源中冲突的几种模式, 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 这里边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项目的项目管理过程中项目的几种主要的冲突, 那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就是人力资源的冲突, 那人力资源的冲突就是对有来自其他职能部门, 或者别的部门人员的项目团队而言, 围绕着人用人之间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冲突, 比如说我今天想请别的部门来协助我办一些事, 那别的部门说明天的话可以, 但是到了明天了以后, 他又出耳反耳说, 我那边有一个项目级等着我们去用人, 那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些冲突, 那当人员的支配权在职能部门, 或者其他部门的领导手中时, 那双方会在如何使用这些队员上, 存在这个冲突, 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人力资源的冲突, 那第二个就是成本费用的冲突, 那这个的话大家应该会很好理解, 说白了就是可能预算不够, 可能这个最后最最最最最终, 我们计划出来的这个预算和我们刚开始给的这个成本预算可能偏高, 那这个成本费用冲突往往是在这个费用如何分配上产生冲突, 那比如说项目经理分配给各职能部门的资金总被认为相对于支持要求是不足的, 那这个就是钱上的一些问题, 第三个就是说技术方面的冲突, 在面向技术的项目中, 在技术质量, 技术性能要求, 技术权衡以及实现性能的手段上都会发生冲突, 那如果用户认为应该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方案, 那而项目团队则认为采用成熟的技术更为稳妥,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项目实施阶段我们内部成员的产生的一个分歧, 产生的或者是产生的一个不一样的有不一样的意见, 那比如说这个成员, 我觉得用PHP我就可能解决更方便的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另一个成员就说可能用Java会会更好一些, 那这个就是说技术方面的冲突, 这是第三点, 那第四点就是管理程序上的冲突, 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项目的leader, 或者这个项目的这个项目经理, 那许多的冲突来源于项目应如何管理, 也就是说项目经理的报告关系定义, 责任定义, 界面关系, 页面工作范围, 运行要求, 实施的计划, 与其他组织协商的工作协议, 以及管理支持程序等, 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的一些冲突, 这个是管理层面上的一些冲突, 那第五个就是项目优先权的这个冲突, 项目参加者呢, 经常对实现项目目标应该执行的工作活动和任务的次序关系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比如说这个项目A这个的优先权可能比这个项目B的优先权可能更高, 是否会更高一些,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一些看法, 那这个就会产生一个项目优先权的一个问题, 所以优先权的冲突不仅发生在项目Banzo与其他合作队伍之间, 那在我们项目Banzo的内部也会经常发生, 那这个应该是我们, 我觉得应该是比如说一些比较大一点的领导, 他拍板就觉得就说, 这个项目应该作为我们今年的这个重点的一个项目, 我们应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理和财力去做这个项目, 把某一个项目的优先权给它提高, 那这个东西应该是比如说CTO, 或者是某个研发部的这个一把手来去定这件事, 那这个是第五点项目优先权的一些冲突, 第六点就是项目进度的冲突, 那这个大家也应该很好理解, 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围绕项目工作任务或工作活动的时间, 确定次序安排和进度计划会产生冲突,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 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 我们安排这个项目可能会完成, 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呢, 我们发现可能它不尽如人意, 那可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可能会出现外部一些不可控的一些因素, 或者是内部我们自身出现的一些问题, 导致的这个项目可能以这样的速度, 可能达不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时间节点, 那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这个项目进度的冲突, 第七个就是项目成员个性的冲突,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属于人力资源冲突的一种, 但是这个是人力资源中的比较特别的一个例子, 项目成员个性的冲突呢, 这样的冲突呢, 经常集中于个人的价值观, 那我判断事物的标准等差别上, 这并非是技术上的问题, 那这也就是说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那由于每个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那导致的这个问题就是啥呢, 就是可能就导致每个人与每个人看待问题的态度, 角度的这个方法就不一样, 导致最终做成的事, 他可能就不一样, 有的人会有的人就一见如故, 就跟相见恨晚的那种, 但是有的人和有的人见了一见面就感觉就是不在一个频率上,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说这个并非是技术上的问题, 这是一个人的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观, 或者是世界观产生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样的冲突往往在于团队成员经常的以自我为中心, 那现在在这个IT化越来越年轻的这些团队中, 这个问题就是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趋于这个年轻化, 因为你看像现在的大公司公司里边, 70后一般都是在这个管理岗位上, 而且他们任劳任怨, 那80后呢, 现在是社会上的中流砥柱, 那他可能大部分也是在这个管理岗位上, 现在主力也就是这些90后, 那现在每个90后不能说每个吧都那么的张扬, 那么的疯狂, 但是每一个我觉得他身上都有他自己带有的那一种标签, 所以我说由于这种可能说是时代造成的这么一种, 每个人身上性格不同, 那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项目成员的个性冲突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那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项目资源中冲突的这么几种模式以后, 那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 那有这样这各种各样的冲突, 包括外界的非外界的, 那人为的或者非人为的这么一些冲突,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 那同学们自己可以想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 要给一些解决, 解决的这个策略和这个建议, 那主要是分成两个方面来解决, 那第一个就是关于技术方面的, 技术方面就是很简单, 我们就是可以开一个会码, 大家进行共同的讨论商讨, 觉得哪个方案可能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可能更高效, 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我们就去接受哪个方案吗, 所以就是说, 我们要与有关部门沟通结果, 预见这个将来会产生的问题, 并考虑这个替代的方案, 确认密切监督的问题, 并且及时的向技术人员通报进度计划, 和这个预算的约束, 我们要重视这个早期的这个技术测试, 尽早的对项目的技术方案达成共识,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这个技术方面, 我觉得咱们只要坐下来聊一聊, 开个会, 就是说可以请一些公司里边专家级别的, 大牛级别的一些技术人员来参加这个会, 来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定夺的时候, 可以去请教他们, 看他们有什么好的一些好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好的技术方面, 挺好解决的, 第二个就是关于人力方面,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一个问题, 人力他可能, 我们应该要做的, 就是说尽早的预测和协调对人力资源的请求, 向职能和顾问部门提出人力需求的这个优先权, 那其实在这个人招完了回来了以后, 我们要及时的跟踪, 他对整个公司或整个业务的这么一个态度, 看他对这个了解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应该作为一个项目的领导, 或者项目的老大, 我们应该去更多的去关怀他们, 和他们进行的进行不一样的一些沟通, 尽量的去解决他们在工作中产生的一些问题, 让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产生幸福感, 不要就是说, 队员与队员之间, 团队的成员和成员之间, 有一些隔阂, 有些矛盾,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解决这个人力方面, 一个主要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吧, 这个只是说给大家一些建议, 具体的到每个公司, 每个公司的情况都不一样, 我觉得具体到每个公司, 应该根据自己公司的情况, 来进行去解决了解, 好, 那这一讲里边, 我给大家讲了一下, 项目实施的阶段中, 项目计划, 项目实施阶段, 项目计划中的资源的冲突, 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下, 什么叫做项目的资源冲突, 给他下了一个比较官方一点的一个定义吧, 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持观, 最持观的一个感受, 第三个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项目资源中冲突的这么几种模式, 它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第四个给大家讲了一下, 就是因为第三个产生的一些原因, 一些矛盾, 那第四个给大家给出了一些解决的策略和一些建议, 主要就是说刚刚也讲了就是技术方面, 第二个, 二一个就是这个人力方面的一些建议吧, 希望会对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会有用, 这一讲, 好, 那这个就是我本节课给大家讲的这么一些个内容, 然后来再看一下这些课的一些客户作业, 那就理解一下我们本节课所讲的内容, 就是项目计划中的项目资源的冲突, 发生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解决啊, 自己可以去理解消化一下, 第二个就是复习一下下一节我们要讲的项目实施阶段, 外部页面制作的流程规范的相关内容, 好, 那这节课呢就到此为止啊, 谢谢大家的收听啊, 希望大家下一节课, 希望大家下一节课能认真地收听, 好, 谢谢大家, 咱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